为什么这是错误的想法?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一个人他要成为一个军人 他有一段进化的过程,我们通称为社会化的过程 所以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兵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昨天蔡英文的秘书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突然出示了一张照片,说这个疫情延长案 蔡英文是深蹲出来的 就是说大家蹲在地上,讨论出来40多个案变成56个案 然后长案的时候变成57个案 他讲这句话,他应该是在赞美蔡英文对处事的认真 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 他讲的话,几乎是同意的蒋万安的深蹲政策 怎么说,蒋万安说老人家在等公交车可以深蹲几下 然后舒展一下,让筋骨活络 这是蒋万安讲的,民进党就开始批评他 他说在公交站旁边深蹲危险怎么样 那一些都是垃圾语言 我就不值得引述 但是我讲的深蹲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 就是说一个兵役延长 蔡英文居然要军方从40多个案提到56个 最后定案是57个 这里面他说明了四件事情 第一个 一个一期的延长 被蔡英文打枪至少40次 就是说一个案会变成40多个案 我们讲多案并成 最多是三个案 就是换句话说 军方陈述的案 蔡英文都不满意 一而再再而三的要他们修改 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 请问蔡英文当过兵吗 请问蔡英文他了解军事吗 我讲的不客气 蔡英文的军事素养 根本没有 但是以一个没有的人 叫军方 一而再再而三的 改了40多个案 多么严重 一般来讲 最多夹一丙三案 那会搞40案 40个案一定是配合蔡英文的意思 好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在深蹲的过程当中 他就讲大家多么的辛苦 可是我们必须要说 这个兵役的疫情 大家一直以为 通通是军方单位 应该要研究 其实就我研究的结果是错的 兵役疫情的延长 他涉及到人民 身家财产的安全 跟人民的权利跟义务 不能任由军方处理 但是台湾的思路都非常的奇怪 你要服役 服役就是军人 其实这是错误的想法 为什么这是错误的想法 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一个人 他要成为一个军人 他有一段进化的过程 我们通称为社会化的过程 所以有什么样的社会 就有什么样的兵 那换句话说 疫情的延长 他涉及到了青年人的教育 救养 还有他的权利跟义务 他至少涉及了四五个以上的部会 不能够任由军方处理 但是蔡英文却叫军方处理 单一的处理 他单一的处理 那军方当然想到自己的便利性 他是说我想成立五个守备履 我要成立五个守备履 那未来还要有什么 五个守备履 或者是七个后备履 就是这个人数怎么算出来的 我是感到非常好奇 军中的编制 有一定的道理的 就是火力班 他要几个人 步枪班 你要几个人 都有他的道理 但是你现在就是画大饼 就是说我五个守备履 去个后备履 加起来十二个履 请问一下 你台湾的出生率已经生不如死 一年不到13万的人 已经降到13万左右了 那请问你20年后 你怎么支撑这些兵力 你告诉我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他深蹲 深蹲各位有没有发现 他是在讨论文字 我这边呢 我讲一个笑话 我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 是台湾的空军作战司令 官很大了吧 他是负责两岸监控的 结果各位晓不晓得 他为了改一两个字 为了改一两个字 把幕僚叫来 骂了两个小时 骂完说你回去重改 其实他顺手一秒钟就把可以把一两个字给改掉 他宁可浪费两个小时 也不愿意改这一两个字 两个小时 对不起飞机 你老早绕倒巡航 不知道多少次 就是说你身为空军作战司令 你又不是汉林院出生的 你也不是用文书出生的 你直接改两个字 你就没有事 结果呢 我告诉他 就是因为呢 你这样 你绝对升不了上将 果不其然 他没升到上将 事后他来问我 我就告诉他 我说身为统帅者 帅是帅领的帅 还有将士帅的帅 这两者定义不妥 帅领 是班长应该做的事 那大军统帅是搞些什么的 你大军统帅是要讲究布局的 不是叫你在那边去改一两个字的 所以我说那你升不上去 就是因为你改字 你改坏了 虽然你很认真 但是两个字 你两秒钟可以改的事情 你却拖个两个小时以上 你还把人家骂了一顿 我说这个不是一种统帅的作为 偏偏蔡英文的深蹲 就不是一个统帅的作为 所以他的秘书还洋洋自得的去宣传 我只有一句话告诉蔡英文 不要让你的幕僚人员 到处去丢你的脸 我不要点赞 一些最后他的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